各位觀眾我們來回顧第三場的比賽 桃園噴射機隊的Nifi藍色的神族 這邊最後打敗了橘子熊隊HERO選手 主要關鍵是開局 我們開局HERO選擇一個二況開局 但是其他二況公兵並不多 選擇一個停公兵抱一波的兵力 做一個三線的夾擊 那波其實對Nifi來講是非常危險的 不過他還是非常冷靜沉著 放出漂亮的立場做一個防守 然後還有倚套巨像喔 成功守住了之後 其實就擁有優勢了 那之後就是穩穩的穩固住自己的優勢 一比穩扎穩打之後取得勝利 是 Nifi劉奕玲把小千禮機拿出來 因為他的對手HERO 在業餘時期的很有名的IT名稱就是千禮 小千禮選手 那現在進行到的是第四場的比賽了 目前呢桃園噴射機隊已經拼牌了 2比1兩勝一半的拼牌 那要比的是大都會這張地圖 而至於呢噴射機又推出了Nifi 劉奕婷要對上的是橘子熊隊的大將 Clawley林以忠 那Clawley在今天之前他就是打敗了GO 那Nifi是剛剛就是贏了HERO 那Clawley最近的目前戰績是6勝4敗 最近的5場比賽是4勝1敗的成績 Nifi總戰績變成6勝2敗 2連勝 對阿那現在我們看到12點鐘方向 12點鐘方向就是橘子熊的Clawley 是紅色的神族在12點鐘方向 大多一張四人圖喔 那現在這邊是6點鐘 6點鐘的方向是 台灣噴射機的Nifi 那是6點鐘是藍色的神族 這是一個圓點喔 圓點喔 在這張地圖是最圓的一個點位 這是神打神喔 神族對神族4BG的快攻啊 我怕也會是其中一個選項啊 因為呢 哇這些星骸一個落口令啊 如果你不是BG你就會被別人4BG 所以你也只好4BG 是對 沒錯不過剛剛Clawley就展現了一個相當漂亮的操作 那使用一個三兵營守住了對手的一個士兵營 對 對所以其實在表現的非常就是在 其實有時候只是操作上一些細微的失誤後 你就會導致整盤是直接送掉了 對因為我們所謂的BG就是神族的兵營的意思啦 他是一個快捷鍵喔 你按B跟按G他就會幫你剪出一個兵營 那所以這個簡稱為4BG 然後你一開始剪4個兵營就是資產兵也不升科技 那就是最基層的這個兵力就是互打 就像拿拖鞋跟用報紙捲起來打 這樣子互打 那就看誰的操作比較好了 對沒錯 因為打了都不會說太痛 但是當你的兵被打光之後 那還是蠻痛的 對還是蠻痛的 因為你也沒有生什麼 生其他的科技嘛 對沒有一些技能之類的 對 就是靠狂安士以及追獵者做一個潛壓這樣子 那這邊的工兵現在是出來了 好遠喔 做一個偵察 超遙遠的 對先找的是近點喔 這是一個近點 但是尋過就會發現沒有 那沒有之後就要再跑去最遙遠的12點鐘方向 嗯 就兩個人玩而已嘛 對不對 對只有兩個人喔 對 所以你一看 多少心裡有個譜啦 有個底 對方在哪裡 對沒錯 那尋完一個點位之後 接下來就是第二個點位 那卡羅里這邊是完全沒有做一個尋人 啊為什麼 卡羅里這邊是完全沒有尋齁 連出門都沒出門 他已經掐指一算就知道對方在哪裡了 而且也不管對方蓋什麼東西 對我們一開始不尋人的話 很可能就是因為我們保留自己的科 保留自己的經濟喔 我們少一隻工兵出門 就多一隻工兵挖礦 對 對那我們就可以多一點點的錢 拿來試用喔 那我們最後是蓋下了瓦斯廠 不去探測對方的情報耶 這個 多留一隻探測機就是工兵啊 多一份力量 對多挖點錢這樣 那這邊Nivea蓋下了自己的第二個瓦斯廠了 雙方應該這一場都不會是一個士兵壞工了 那我們看一下 金礦的部分 對 這樣科羅里有比較 挖比較快一點 有會比較多一點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科羅里這邊 已經放下了四個兵營 欸 莫非 前期我們雖然蓋兩個瓦斯廠 讓你以為我們是沒有要快工你喔 不過我們現在 現在已經放下了四個兵營了 那這邊Nivea換成了第一場 反過來喔 Nivea這邊反而是一個三兵營的開局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現在都還在補著工兵 可羅里這邊是選擇暫停工兵喔 現在是停工兵 工兵來到二十二隻 那Nivea的工兵是 可羅里是二十 Nivea是二十二隻 好我們要做一個前壓了嗎 對這場比賽啊 是桃園噴射機隊的賽末點 目前他們已經停牌 那兩個六勝的選手喔 直接對決 Nivea是六勝兩敗 可羅里是六勝四敗 那這一場現在喔 也沒有做一個前壓喔 我們雖然是士兵營喔 可是感覺是一個經濟型的士兵營 我們 蛤 對我們是多補了一點工兵喔 其實兵兵沒有出很多 我們現在雙方都蓋下了機械製造廠 都是一個正常喔 都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流程 那現在走的都是機械製造廠 應該會出不休者 嗯 還要觀察著 在拼經濟 那這麼快蓋下四個兵營是 對我們有可能是 先蓋下四個兵營 就是擔心對手要試兵營 我要快攻我們 對 真的啊 你也不得不啦 直接去蓋起來 但是不一定要產兵啦 對不對 沒錯 如果真的發現人家 要這樣六敗你的時候 你也可以趕快產兵 對也可以趕快產兵 起碼我們有四個兵營在產喔 還可以守一下 對啊 雖然有備無患啦 但是 當然也可以先放著喔 這個先不掛牌 不掛牌營業啦 就不掛牌營業啦 對 沒錯 先放著還是走經濟流 拼經濟 對那這邊的話 卡羅里的工兵 也抵達對手家了 一上來也被打爆 不過卡羅里這邊先搶下了自己的 第二個礦區了 剛剛講到這兩個選手 都是六勝的選手 六勝級的選手 目前全聯盟最多的是 灰對不對 八勝三敗 八勝的選手 七成二的旋律 是聯盟 星海排名第一的選手 兩邊都是機械研究所 兩邊都要出具象 但是那現在 卡羅里先搶下了二礦的話 是不是 等一下如果 尼比沒有騷擾到對手的經濟 感覺卡羅里這邊就會 稍微的擁有一點點小小的優勢 尼比還沒有去搶礦喔 觀察者來了 觀察者現在來到對手家中 來做一個偵察喔 這是尼比的觀察者 好那現在來看 我們看到的是機 看到了一些東西 機前研究所 瞄了一下 但是還沒有看到對手的 有沒有搶礦 卡羅里這邊非常大膽喔 因為其實這張地圖 這張 點位是一個原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比較大膽一點 但是這邊 喔 這個是來了來了來了 尼比的追列看到了 看到的時候快走 快逃快逃快逃 追列跑得非常快喔 但是我們已經發現 對手搶下了第二礦區了 趕快自己也趕快補下了主堡喔 再分礦處趕快蓋下主堡 對 對 放心 這個發展經濟耶 我們也不能夠落後太多 經濟成長率也要追上才行 是 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經濟 來支撐我們出大量的部隊喔 但是這邊 我們發現的時候 現在蓋下主堡其實是晚了不少 晚了不少的時間 不過像橘子熊隊呢 目前總戰績一勝五敗嘛 那今天這第四戰又被人家已經拼牌了 但卡羅里呢 在過去呢 他有在兩次 在第四戰出來擋對方的賽末點 他兩次都擋住 一次贏了灰耶 一次贏了Max 結果第五戰他隊友還是輸了啦 只是 這個卡羅里每次就是要擋第四戰的 前兩次他出來擋都成功 第四戰打人啊 對 第四戰他都贏了 這一場喔 就看能不能延續這個稱號 對 第四戰 第四戰打人 對 那他有一次是 第四戰是Hero出來擋啦 也贏了 但是第五戰卡羅里出來輸給人皇 不過他第四戰至少過去兩次 擋對方的賽末點都有贏 不過Nifi也不是省油的燈啦 雙方現在對峙來到了中間 對 這個神對神啊 中路地帶的廝殺了 先來搶一下中路的地帶 哇 這邊有個追列被關住了 走不掉 不過起碼得知情報後 現在對手已經來到了我們的正中間 Nifi出了是星際之門 星際之門是想要出什麼兵種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喔 雙方現在都還在出巨像喔 其實兩邊出的基本兵種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倒出了是虛空劍 那Nifi這邊出虛空劍其實 虛空 當我們轉型科技的時候 就是自己脆弱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們其實看到雙方的人口數 現在是Claude是91 Nifi是81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對於Nifi來說是有點小小的脆弱的時候 那Claude這邊是不是要在這個時候 是選擇一波前壓呢 來了來了 已經壓到你的門口 對 壓到門口了 壓到門口 現在又在等水晶 那部隊陣型已經擺好了 就是等你過來 兩邊都是兩台巨像 以及狂安寺 是 幾乎 兵力差不了太多 對 主要的兵力都差不多 都是比較多狂安寺喔 然後來一點 兩隻巨像再來一台不朽這樣子 這是虛空劍 虛空劍出來了 好 佳龍仔持續來說 這一波過來了 非常關鍵 兩邊做一波會戰 好 兵力先拉走 Nifi打開了護盾做一個防守 虛空劍趕快出來幫忙 好 那現在攻擊 不斷的攻擊做一個防守 感覺這邊 卡奧利應該是可以直接壓下來嗎 哇 虛空劍先被打掉 虛空劍被打掉了 那這邊只有兩台 我們直接在不朽 兩台不朽 兩台巨像以及一台不朽 那弓兵都拉了過去 直接壓進來打你 哇 三台巨像很給力啊 對 現在已經掃掉對方一台巨像了 對 現在還打掉 哇 爆了 現在這邊二況是 你直接打出的GG了 是 果然是第四戰達人了 Crawley 現在不要叫他撞牆王了 喔齁 守住了這第四戰 也守住了這個賽末點 這也使得雙方目前是 戰成了2比2的平手 休息一下再來看決戰的第五場 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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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